我一眨眼,我二十多岁时做的事 到了五十多岁时,其实做错了 我买了几长时间才知道 我这份买了二十五年 这份补单我供了二十三年 现在埋单,保证金是四十八万七千五百元 世事多难料 过了二十三年 我五个优势派对,走了四个 幸好有很多保险界的朋友召唤我 又给了一些计划我看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做完视网摸脱落手术的第十天 你见到我的眼睛开始消肿了 因为我前一条片 陆军事刚刚做完视网摸脱落手术的第一天 录那条片,眼睛是腫得像个球 好像被人折了一拳 整个眼睛都腫起 眼睛是抹不开的 现在开始叫做抹得开 不过我都要戴着护眼罩下 医生说是保护眼睛的关系 这十天 辛苦是否辛苦呢 因为眼睛都会痛 所以我都要吃Panadol 今次每两个小时 需要滴三种不同的眼药水 有防止发炎的眼药水 睡觉的时候 都睡得不太弱 因为我需要趴着睡 趴着睡 趴着睡,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呼吸困难 以及是不舒服的 你扎着自己的肩膀 扎着自己的胸口 是不舒服的 所以其实 很多时半夜就醒了 因为这样的关系 多谢奥运了 因为我醒来的时候 香港队参加比赛的时候 三点多 有时是两点多三点钟就醒了 所以我就有机会看到 很多很精彩的比赛 好多谢这个奥运 带了很多欢乐给我 要不然就很闷 半夜醒了 我都很喜欢看 总之港队的 我都会看 帮香港队加油 今次港队表现很出色 令到我们有强心势 无论是健激的Vivian 或者是嘉朗 以及游泳的何思培 以及游泳 就是昨晚中国队 破了纪录的小将 潘展乐 很精彩 100米的自由式 男女都游得很精彩 特别是男孩 因为破了世界纪录 神经病 神经病 大触了整个头 是很好看的比赛 令到我半夜醒了 都没那么辛苦 可以暂时忙却 有自己眼睛的疼痛 不过都多谢各位网友的打气 和支持 因为我影片出了之后 反映相当热烈 有几百个留言 我都看不得了 多谢大家鼓励 很多人都说 跟我的情况一样 原来这个病 事无无脱落 不是很罕有 大家有些心理准备 其实是 都发生了几多下 除了很多网友说 自己有事无无脱落 他们有些经验 是在法国医院做的 有些是私家做的 有些是在 林顺潮那间科诊所做的 有些是政府医院做的 有一个在澳洲做的 有一个在加拿大做的 有很多网友的经验 分享给我 I am not alone 我觉得很好 我还有两个朋友 做完这个手术 没多久 就和我分享 趴在那里 怎样可以舒服点 还有 怎样捱过这一个月 他们都趴整个月 另外一个 幸好一点 因为他的脱落 是在下面看不到东西 證明他在上面穿了洞 在上面脱落 上面脱落 那时他可以站在那里 因为那些气体向上升 我和大部份人 都是在下面脱落 下面脱落 即我们在上面看不到东西 那就会更辛苦 因为气体向上升 我只要令头跌下 就是经常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令我的颈部很痛 因为我不可以站在身做人 我经常要跌下头做人 所以令到颈部很辛苦 我都买了很多仪器 按摩那些东西 令自己的颈部很辛苦 高度近视一定会脱落 Vero说 也不是一定的 高度近视是高危 高度近视是因为 令自己的眼球拉长了 所以令自己的眼球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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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像它是一个气球 你将它吹长了 或者涨起了之后 如果它比普通的眼球更长 它的尖端是较短的 所以它有脱落的机会是高一点 他说他的儿子是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就要很小心 如果你有这个 无论是看到飞蚊 看到闪电 都要小心 这些是高的 即是这个sign 另外Annie就说 香港的医疗服务堪称四届第一 其实医疗的质素真的很高 香港人为何这么长寿呢? 是因为我们医疗的质素很高 所以很多人移民 都去外国都保留香港的身份 即是回到香港看医生 买一张按摩床 睡觉的时候 不过我又不想买一张按摩床 因为我只是摊一个月 而买一张按摩床 之后又不知如何处置床 很厉害 不过就说个好消息给大家 因为我前天去了政府医院复诊 因为我两只眼 一只是政府医院 一只是私家医院 一只是135元做的 雷射 穿窿的一个雷射的療程 另外这边 就反过来 这就是一个 摄模模脱落的玻璃体的手术 这是私家医院 这个贵了1000倍 这边是135,000元 这边是135元 哪边比较漂亮 我去了政府医院复诊 即是眼科医院 眼科医院 就是在九龙城那里 因为比较近我 那边 下午复诊的时候 也有百多人排队 原来香港很多人 都有眼科的疾病 都是中年以上的人 一直到老人家 坐轮椅那些都有 不过我逼须要赚政府医院的 医生的质素 是相当相当相当高的 虽然复诊是不用钱的 不过他认真的程度 是超乎意外的 这么认真 他除了看我这只眼 这只眼是政府医院做的 当然他也帮我看 他说没问题 他补了一个洞 这边他也帮我看了 这边我是私家医院做的 他也帮我看 帮我滴了放同孔眼入水 还用三种不移器 帮我看 看了三次 我真的很感恩那个医生 幸好我遇到一个好的医生 那个医生就用机器看了一次 然后用手握住那个东西 用照灯来看多一次 然后用机器看多一次 他就说 令我放下了心同大食的东西 复原得很好 很贴伏 做得很好 我就告诉他听我的医生 因为很多人问我的医生的名字 不如我也不怕 因为医生自己不可以做广告 不过如果网友要想知道 那个名字叫Douglas Lam Douglas林 林德顺 林德成就是林德顺 中文名字 Douglas Lam 他就在新世界大厦 其实是以前Joyce那里 王后带到9号那条 就是新的那条 孙妈对面 26楼全层的一个医生 全层叫OA 全层都是眼科诊所来的 其中一间香港最出名的眼科诊所 因为里面的医生都是一些名医 林医生 我妈妈的伯女像也找他做 很好的一个医生 很有耐性 而且他的年龄也是很完美的 49岁 没有记错 他有很丰富的经验 他都在眼科医院浸过十多年才出去 所以我要跟眼科医院的政府医生说 这只眼睛做得这么好 是因为是Douglas Lam做的 哦 原来他们认识的 因为林医生都是在眼科医院出去的 大家知道 香港的制度也是 你在政府医院浸了很多年 你有足够的经验 还有这个 可能客户完之后 你会自己出去开诊所 是的 林医生都是眼科医院 眼科医院这次 我觉得 帮我检查得很仔细 是的 我很感恩他们 还有些留言 有人说 有要去 即是勸我去沙巴做 马来西亚 专科医生是医得很好 免费医疗 沙巴太远 大佬 康复期间 留意要使用交通工具 要避免电波不定 那是另外一位 是某某脱落的朋友的 温馨提示 多谢你 我现在出去都是一定坐的士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不要踩地 坐交通工具 我平时乘地铁坐巴士 万一被人撞一撞 真是很大劲 因为我眼中是伤口 即是很逼劫 那时 不要不小心 他的背囊 碰到我都不行 所以我一定要戴眼罩 戴上帽子 和坐的士 我完全不能碰到眼睛 視界的眼科是十分昂贵 非一般人能够负担 政府要等一个星期做 真的不算等得久 你说得对 另外一位 KK留言 我刚刚六月同样病变 右眼突然失望脱落 急私家医院做手术 现在还有小血气抛起 眼中未散清 要记得趴在地休息 可以多听多些 但伤口复原 是的 你说得对 现在我也是趴在地 开YouTube 听听别人说话 幸好我刚才说了 有这个奥运体 真是开心 看到汉山这个视频 很多人觉得世事无常 很多感慨 你说得对 世事无常 这位Alice Kong 你说得很好 为什么呢 其实这十天我在家 我推了所有的训练 我禁止了所有的饭局 或是活动都禁止了 我真是逐不出户 因为留在家里养病的关系 我就多了些时间 就是審视我自己的过去 那我就有时间 就是平时我不会在意 那些事情 因为我发觉原来 一眨眼之间 我的保险 我已经评论一下 因为 为什么呢 我一直都没有看过自己的保险 我是有买保险 我买了两份LIFE INSOR 这个就是 生命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 为什么买这两份 这又是另一份保单 为什么买这两份保单 关于2002年 2000年当时 华航的飞机醉机事件 如果大家有些印象 二百多人就在上空湄烂 全部都是Total loss 每一个生还者 而当时 我是出事的前一个星期 我才坐过华航的飞机 去台湾出差 而当时我每个星期 就要去台湾 接着下个星期去日本 再下个星期去新加坡开会 因为当时我还是Sony做的时候 很繁忙坐飞机 像坐巴士那样 当然好处就是 存到很多迷路 不好处就是 分分钟下一个发生的 凶难的可能就是我 于是乎 我在华航凶难之后 我就买了两份LIFE INSOR 一份燃梳 就帮顺我的同学买的 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你刚刚读完大学出来之后 一定有个同学是做保险 就会找你出来吃饭 那时跟你谈保险 而当时是没有 互联网不胜行的时候 也没有这样的知识 我分不清楚 什么叫Term 什么叫做储蓄保 什么叫101 总之我和我说的东西 我就付钱买了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些叫做101 储蓄售险 储蓄售险是什么呢 我还图台科普一下 当时我以为这个决定是对的 储蓄售险是 基本上是投资产品 要你每个月供 那两份保 一份供3000多 一份供4000 即一个月供7000多 其实它说储蓄 帮你存钱 而且有一个保险的功能 就是101.1%是买保险的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 原来Term 就是售险是很便宜的 现在我刚刚搜寻过 最新的 你用煲胎网上的价钱 如果你是25岁 你买一个100万的售险 它叫Terms 就是售险的话 7-8元一个月 55岁也是50元一个月 就是售险是很便宜的 因为其实保险是一个精算的过程 它和你赌大小而已 你二十多岁 突然间身亡的 机率是0.0000001% 你供几元鸡 它都不会赔给你 它都是赚硬的东西 不过当时在90年代 最流行售卖的 到现在都是 而是盈利很高的 即是它们很赚钱的 保险公司很赚钱的产品 就是储蓄保险 储蓄式保险 其实就是投资 它说是投资在你自己的 你退到那裏 和保障你家人 保障你自己 你一旦身亡的时候 它会赔给你 如果你不身亡的话 你几多年后 都会拿回一大块钱 有红利 总之说到天下无敌 你是帮自己存钱 为了自己家人存钱 我想在90年代 2000年代 当时保险知识 没有那么流行 很多人都买了这些 所谓101的Plan 储蓄保险 都挺贵的 即是工成几千元一个月 实际只有几千元 或者几十元 放在售仙那裏 其他那几千元 都是投资产品 而投资产品很不透明 它投资买什么 我又不知 而我买的 它都是买基金那些 而我买的年限 你知道我买了多长 我现在才知道 我这份东西买了25年 25年才成熟 管理费又很高昂 一眨眼过了23年 这份补单我供了23年 现在埋单 保证金是487500元 然后每年的红利 现在的草双买买值13万 还有保费的回证保障值15万 加加买买值60万 我计算那条数 我供的钱 应该供了八十多万 因为我供了23年 我每一年供差不多4千元港元 没什么感觉 是因为我用区域的卡供 用区域的卡供 它每个月固定 我是没什么感觉 我区域的卡供有几个东西 都固定的 一个就是我都觉得挺有意义 WordVision 我每次扣钱扣2千多元 就是孙明会 这些都是用区域卡扣的 这些我觉得是好的一些固定的扣钱 小母牛和孙明会 都是在区域卡扣钱的 还有这些保费都在这里继续扣 扣了二十多年 其实你现在看一张单 你会发觉 当时你觉得正确的东西 现在想起来 其实可能做了错误的决定 我还买了两张 这些这样的储出保险 因为我供了这么多 现在计算数 二十多年之后 我还亏虧的 如果我这几千元 我放在任何一处 即是投资产品 无论是放在公楼也好 或者是公股也好 自己供基金也好 应该都是赚的 因为你二十多年 每个月这样供费 不过买这些101 最后是他开大我开小 他就赚了很多 我到现在也是亏虧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现在想要停了 这个101的储出保 因为我的Benefacial 即我当年要买这些 储出保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而我最担心 如果我有意外 坐飞机身亡的时候 我自外的亲人 特别是我的长辈 没有人养他们 因为他们都上了年纪 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所以全部都是我的长辈 那些Benefacial Party 你说世事多难料呢 过了二十三年 我五个Benefacial Party 走了四个 即是包括我的婆婆 她照我大的 所以她是最大的 然后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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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哥 全部都走了 只剩下我母亲 还在这儿 那这两份 这两份的 Live验疏 还变成了没什么意思 因为我母亲现在都住 政府的安老院 她对于这个验疏 的需求都不是那么大 因为现在都有很完善的 政府的保障给她 而我自己是没有买到医疗 补给自己 我当时想着靠 我从Sony那份公司 有个Group Insurance 我就靠她的 因为那个保障都挺全面 还有都挺多钱 因为我当时已经做到董事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看回头 一眨眼 我二十多岁那时做点事 到了五十多岁看回 其实做错了 如果我比较努力 我就会买Terms 即是买固定的售险 即是很便宜的价钱 真是买售险就可以了 就不会买这些投资产品的 所谓的储蓄保险 于是乎我这十天之间 我就开始很认真地找 MEDICAL INSOR 都很幸运 都有很多保险界的朋友召唤我 又给了一些计划我看 有些都挺高层的朋友找我 那间间的Policy 即是现在有那些所谓的高端医疗 即是一个每一年就可以住 半私家病房 上限去到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港元 即是这叫CEO Plan 因为很难一年用到一千万元的医疗费用 基本上它是什么都给你CAM 不过你有一个占底费 有一个占底费的话 变成你保费不用那么贵 我就问了占底费 比如说 AIA的占底费是一万六千元 55岁 即是我今年的年纪 住私家病房 每年赔一千二百万 Asia Plan 就是一千三百二十八元一个月 不过你要想想 你现在千多元 我觉得不是太大问题 你要想想 其实你最有这个需求 可能是十几年之后 我现在就懂得这样想 我当年二十几岁的时候 不懂得想五十几岁的需求 我只看到眼前 现在五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我七十几岁的需求 抄上岁的时候 我需要付的保费就是三千四百八十八元 这样就比较贵了 你一年要付近四万多港元 它的Bonus就是三年送一次Body Check 然后Manuel Life的支付额是二万二千八百元 各个支付额都不一样 它都是半私家病房 Asia Plan 55岁的公付额是一千四百七十元 即和AIA欠百多元 但她七十岁的时候便宜些 七十岁后便宜些 7,000高位税是二千七百七十六元 它比AIA欠百多元便宜些 便宜些便宜些 然后他两至五年 你不做工夫 你不做工夫 就有一个健康折扣给你 10%至16% 他说这些是 比Body Check 便宜些便宜得好 因为你两至五年不做工夫 他给八%到16%的折扣给你 那些资金还多过Bodycheck 还有曼通 曼通的智库是自己占底费是15000元 55岁的价钱是1384元 其实这个价钱跟AIA差不多 70岁的价钱是3058元 其实跟AIA差400元一个月 每年的MAX是一千万元 第三年开始没有扎偿 可以有5%的discount到15% 还有全部都可以扣税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政府的自愿衣补 全部都可以扣政府一年8000元的税 这就是这几个自愿衣补 还有一个就是Sunlife Sunlife也是一个月供11000元 如果到了55岁的时候一个月供2500元 这几个是传统的保险公司的CEO plan 即是高端医疗的plan 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Bowtai的plan Bowtai是一个网络上的虚拟的一个agent 即是它不是用传统agent的制度 其实它是没有行agent制度的 全部都是网上自己买自己 就没有一个agent跟你的 它的几库是自己调教的 你自己占底 我还用2万元来占底 它55岁给的月费是602元而已 是所有这些传统公司的一半左右 那么70岁的时候它是1497 都是传统公司的一半 一半多一点 是的 它保障都是10个mille 即是1000万的保障 一年它搜索到10个mille 它帮来送的东西就是两次 人工智能眼睛检查的服务 就是眼镜白白的做的 这就是煲胎了 当然它没有一个专人跟你 跟传统agent不同 我都问过几个朋友的意见 有些人就喜欢有个专人的服务 有什么电话就打给个agent agent会帮你搞的 如果 我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你究竟放在你面前 一个就是一个月供 现在我这个年纪55岁 就是供602元 传统公司就是供1400元左右 最便宜的是Soundlife 那个是1100元 最具的那个是1400元 其实 相差300元左右 都是1000多元 只有煲胎 就是最便宜的 602元 然后70岁 这个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因为我买了这些medical insurance 我不会中途停止 我都会一路买下去 70岁的时候 煲胎就显得便宜了 因为一个月供1400元 跟我现在供的价格差不多 其他公司也供3000多元 因为其实长线都是重要的 因为我有个粉丝留言 就说 他供到75岁 他都没有力再供了 因为发觉 那个保险费是很贵的 他们加了 就是loading之后 变得很贵的 那你老人家又没有收入 你个月要供成 五六千元的保险 保险的保险 到了70岁的时候 供不起又中途断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给我 或者你自己会如何选择 医疗保险呢 有没有什么好的idea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或者买志愿医保有什么心得呢 我自己经过了 这十天 我找了五间agent 刚才说的五间agent 我都逐个选择了 就是曼通 AIA Manuel Life 和Sound Life 和煲胎的 这五间我都谈了 各自都报了价钱 给大家参考一下 一个比较全面的 治愿医保的计划 都重要的 可以保障到自己 还有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需求 就是年轻的时候 你只是想保障家人多的 或者是 我买了残杂保的 我这份东西里面 有一个残杂保就是说 它叫做 商残豁免保费保障 他每个月会付一万元给我 如果我商残做不到事的话 不过 我每个月会付两千元的供款 就是要 untitle这件事 我现在看回头 我都觉得多余了 说真的 我自己 存钱更好 或者我自己 真的买地价投资产品 比买这些 101的保 所以 今天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 分享 留言 留言 或者 最重要是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